在工作上遇到好的工作伙伴 好的搭档呢 我们就会事半功倍 那我们今天就从太阳跟上升的角度 我们看看巴育跟Mondo 还有我们呢 观众朋友 你的太阳上升如果落在 有上榜 我们今天是看搭档组合 所以有上榜都代表说 其实你在工作上呢 是一般人票选还蛮高分的好的搭档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上升落在第三名 是什么组合呢 就是我们Mondo的上升在天秤 对不对 这一组可以是工作上的好搭档 怎么说呢 他们属于这种交换情报 然后呢很重视工作的气氛愉快 那我们都知道说 风向星座的人最好能够 钱多事少离家境数千数到手抽筋 在工作上呢 最喜欢的就是交换情报 很喜欢讨论别人的故事 所以呢 那个王董跟北京的小三分手了啦 然后哪一个总经理又买了新的房子啦 如果说工作上或者是呢 大家呢就是同事之间也有什么日常的生活消息 只要呢有一些新的消息 他们永远都是最灵通的 而且可以掌握第一手消息 所以他们很喜欢在工作上呢 能够互相的聊天啊 互相的去交流啦 两个星座啊 他们都是风向的 然后呢也都很喜欢呢 就是说 比如说 如果天秤今天他想要直播 想要创造新的业绩 想做网红 那双子就说好啊好啊 他就会push他 因为这两个都是需要人家拱 需要人家哄 需要人家去push他 所以说双子可能说 好我帮你想题材啦 帮你绕人来搭档啦 或是帮你享有什么主题啦 可以怎么做啦 设备哪里买啊 CP值最高怎么使用啊 那这一点的话 他们两个是非常随性 自由自在 然后搭档起来 都可以创造很棒的火花 再来我们看一下太阳上升在第二名 是什么 太阳上升在这一组的呢 是属于怎样的好搭档呢 属于目标一致呢 然后呢借力实力 其实他们的共通点 之所以能够呢 可以在工作上成为好的搭档 像我们巴育的上升 就是坐在天蠍座 在天蠍座 好那他们这一组就是 对事业的企图心 通常他们这是他们的共通点 比如说呢我们摩羯啊 他也很了解我们的天蠍座 天蠍的心机 它是属于呢 一种保护的机制 他也非常欣赏呢 他看准这种市场的这种 很精准的分析能力 好那比如说呢 天蠍他如果看准 两年后的市场的趋势 市场要怎么走 那我们摩羯呢 在搭档摩羯座 他也是稳扎稳打 一步一脚印 所以说他们是那种 互相欣赏的 然后来等待时机的来临 那比如说摩羯呢 他赚钱也是呢 属于这种实力很坚强 他是不辞辛苦的 很刻苦耐劳的 那天蠍呢 懂得这个借力实力是说 他就会懂得去运用 摩羯的常财 然后去运用他的资源 然后两个人呢 搭档一起起来 去共创这个利益空间 一直赚很多钱 所以不管 你为的是权位还是利益 只要两个人有共识 而且呢 他们两个都有 自己的地雷跟底线 只要互不踩这个底线 就会相安无事 可以创造很多 爆炸性的火花 好那么来看一下 第一名呢 上榜的是我们太阳上升 就是在这个狮子 配上醋座 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属于这个 目前幕后的分工合作 我们都知道说 狮子座的人啊 他很自然而然的 站在舞台上呢 就会是焦点 不管他刚刚形容面包啊 一定是法国小麦啦 还是这个什么肉质的纤维啦 永远他的演出 都让人家觉得非常的精湛 所以他自然而然 就会成为这种焦点人物 可是我们处女座呢 通常都身性比较害羞 比较低调 所以他愿意乐于 畏惧在幕后 所以说两个人是 幕前幕后分工合作 我们常说这个狮子 搭上这个处女座的工作组合 很像是那种 总经理配上女秘书 或者是员外配上丫鬟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狮子座呢 他在高谈扩论的时候 处女座在旁边做笔记 最后还帮你做总结 说以不伤及这个狮子的自尊 以他的意见为中心之下 我来提供呢 做一个最佳的合作的方案 是什么以及备案又是什么 他属于像这种秘书的特质 那如果说今天狮子呢 因为他比较 像处女座 他不喜欢跟人家 这种交际应酬 可是狮子座却是社交圈 最火药的这个明星人物 那所以说呢 比如说狮子今天 如果要去打高尔夫球 那处女座就当他的球筒 那如果说呢 这个狮子座呢 他希望要喝酒应酬呢 那处女座呢 他就很愿意来做 这个酒后代价服务 所以这两个这个搭档起来呢 就是非常的完美无想 那以上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参考